一鼠 杨天一说 他曾经看见两只老鼠出洞 一只被蛇吞下 另一只就瞪着眼睛如同花椒链 他非常的愤恨 可是只是远远盯着却不敢向前 蛇吃饱了肚子 就蜿蜒向洞内爬去 刚爬进一半 那只老鼠就猛地扑过来 狠狠地撕咬住蛇的尾巴 蛇怒了 急忙退出洞来 可老鼠本来就非常机灵敏捷 飞快地就跑了 蛇追不上又入洞 老鼠又跑回来和上次一样咬着不放 就这样蛇入鼠咬 蛇出鼠跑 翻覆数次 最后蛇爬出洞来 把吞下的老鼠吐在了地上 就这样那只老鼠才作罢 他用鼻子绣着自己的同伴 吱吱叫着 悲鸣通道 继而用嘴咸着死老鼠就走了 我的朋友张力友 为此写了一篇《艺术行》 阳天一眼 见二鼠出 其一围蛇所吞 其一瞪目如骄 一似甚恨怒 然遥望不敢前 蛇果腹蜿蜒入穴 方将过半 鼠奔来 立脚其尾 蛇怒退身出 鼠顾便捷 虚然顿去 蛇追不及而返 急入穴 鼠又来 脚如前撞 蛇入则来 蛇出则往 如是者久 蛇出 吐死鼠于地上 鼠来嗅之 咎咎如道西 闲之而去 有人张力尤 为做艺术行 发送 stream 估手 拍!」 帮 拍摄 拍手 拍手 拍手